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逼近高架桥面 桥还算高一点 路就几乎和洪水齐平 许多农作全泡在水里 眼看洪水越涨越高 当地的消防员连夜将受困民众转移至安全处 一边把老人家背上橡皮艇 一面又大声攻询问是否还有人受困 灾损的情况持续统计中 镜头转到广东深圳 而一夜风雨之后 路面有不少树木倒塌 清洁工人开始清理 苏拉肆虐一晚 深圳1300多棵的树青岛 21辆车毁损 待白天台风逐渐远离后 清洁人员开始清理这些路上障碍物 另外受到了台风暴风圈和天文大潮的双重作用 深圳沿海出现了海水漫过海堤 在海堤边出现了风高浪大的情形 中央气象部门预料 未来几日广东省仍然受苏拉影响落暴雨 而海葵台风紧跟在后 大陆预计5号在沿海登陆 提醒浙江福建盛防大风 豪大雨的发生 TVB的新闻 林隆士 陈向如 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